哈囉 大家好 我是粉絲三獎 大家好 我是粉絲三獎 今天呢 這個影片我真的苦惱了很久 享受到的要不要拍 因為應該是第一次在這個頻道上面 討論這麼開放 這麼色情 有一點青色的事情 對 但是又覺得很好奇 然後感覺這應該也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就想要來和大家討論一下 然後起因是因為我在台灣拍了這個 加热是日式鮮骨粹的廣告 真的很好吃 然後我就在搜尋這一個產品這樣子 結果我就看到一個很奇怪的網頁 是那個亮新聞 我看到一個標題就覺得 這個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今天呢 就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新聞 我一邊看一邊跟大家分享 它裡面到底是寫什麼這樣子 因為它的標題就是寫說 驚人歷史加热是玉米片的發明 就是為了要消滅自衛 而且就是剛好就是我拍廣告的加热是這一家 我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還沒看內容 我覺得還蠻好奇的 所以就今天念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前面還寫說 請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你也許再也無法用同樣眼光看待全麥餅乾和玉米片 好大家做好準備喔 時間到回19世紀 艾艾瑜 等一下 等一下什麼 等一下 有沒有突然有一個 好 嗯 他說 在當時基本上被視為萬惡的根源 在那個年頭他們會告訴你 如果你向自己的性欲屈服 尤其是自衛的話 可能會造成頭痛癲癇甚至發瘋 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請大家今天用健康的心態去看這個新聞好嗎 然後 好然後 笑不跳 然後 維多利亞時代甚至有專門治療秘密4號 刮骨那年對自衛的說法的機構 他們會讓病患忙於討論時事 從事戶外活動 還有控制飲食 只能吃全麥麵包麥片 小麥粥或其他清淡食品 喔 這樣的觀念 當初是誰倡導的 正是全麥餅乾的發明人 習維斯格拉罕穆斯 他當初發明全麥餅乾 為的就是對抗性欲 格拉罕主張性愛 唯物足矣 暴飲暴食 自衛等行為會導致一個人出現諸多生理上的病痛 據他在某次演講中表示 自衛比自然引起的情欲還要傷腦 耶 他還認為性愛是社會消亡的罪魁禍首 耶 好嚴重 格拉罕於1830年代發起了一項對抗智慧運動 提倡以平淡的飲食習慣來控制性欲 這就是為何他發明了如此無味的餅乾 喔所以以前原本是很無味很枯燥的很樸實的味道這樣講嗎 但是這個現在可能越改良越好這個真的很好吃 而且還有水果什麼的 最早的全麥餅乾是沒有以任何蜂蜜或肉桂下去調味的 吃起來就跟不能滋味一樣無聊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 然後除了全麥餅乾 格拉罕也相當推崇全麥麵包 而且重點是不能烤 不能加餡料 其所然無味程度跟全麥餅乾不相上下 耶耶耶耶耶 不能烤 喔 好嚴格 雖然聽起來很扯 但格拉罕發起的這項運動 擁有成千上萬個格拉罕信徒的相挺 甚至有不少粉絲寫信給他 表示自己遵照他的飲食規定後 成功治癒了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 可惜格拉罕的良好生育值維持到1834年 他發表有關女性癥結的演說時惹惱了許多麵包師傅 他們認為格拉罕迫害了他們的生意 格拉罕於1851年過世前 訓言尋找到一位接班人 浴米片的發明者 加勒國士 喔!! 咦 他說寫 沒錯 就是你小時候常泡牛奶吃的 加熱式浴米片 那個加勒式 정을解決決wer 能把都加熱式 這個是一個人名耶 然後就是加樂式這個人 發明了 浴米片 所以他就是始祖囉 真的 不曉得耶 這個大家都知道事嗎 佳勒比格拉罕更反對性愛 他堅持與老婆分房睡 診斷婚姻當中完全沒發現過任何性行為 他的孩子都是領養來的 欸好厲害喔 然後佳勒在他的著作當中 他一共列出了39項滋味可能會引起的症狀 好多喔39項 包括發育不全 害少 關節僵硬 愛吃辣食 長痘痘 心悸及癲癇 19世紀末 佳勒博士也主張平淡飲食能夠抑制自殘 呃 瓜虎這是他對自慰的看法 自殘 我剛以為是那個 真的 自殘 呼籲民眾盡量只吃古類堅果 還有他發明的仙丹麥片 吃完麥片更可怕的來了 佳勒士還呼籲 男孩應該要再包一桌 什麼我用不下去 什麼 觸綁鐵絲 以法波及造成的摩擦不適感 好 好 好 然後女孩則須在嬰 還 嬰何處圖上 這個是本 分 時期灼熱到失去知覺 佳勒博士在現觀念方面的影響力到了20世紀便開始消退 不過他的加熱式玉米片倒是很成功 至今依然是許多人的早餐首選 瓜虎 不過大部分的人都不曉得這段過去 欸真的耶 應該大家都不曉得這個吧 所以 那個我換成影片應該還是很有意義的吧 他寫了結論 下次你吃全麥餅乾或玉米片時 不妨暫停手邊工作 靜靜城市一分鐘 細細品味時代的變遷 感謝自己身在一個對的年代 能夠好好品嘗這些食品 而不是為了亞裔自我才使用它們 喔喔喔喔喔喔 他說的好好喔 快快手 對耶 就覺得好像吃的時候感覺更有這個感恩的心這樣子 然後他說 世王不妨立刻來一下你的秘密示好吧 什麼 就當作是在對葛拉罕和加熱師說插你妹 什麼東西 好 我記得我應該不要再唸下去了 太太講完了 好 唸完唸完 好 對 所以 欸好驚訝喔 所以原來是這樣子的歷史 不過我覺得這個很有趣耶 應該這個值得知道一下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影片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按讚留言分享喔 然後還有其他的類別影片也歡迎看看 然後每天有在用Facebook和Instagram 用中日文分享資訊 也歡迎來看看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掰掰